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连续的枪响声不断 乌克兰军人对着树林后方的敌军毫不犹豫地开火 这里是乌克兰东部卢干斯克 现在成为了俄罗斯重新聚焦的新战场 卢干斯克的州长星期四也在脸书发文写下 受到俄军猛烈的炮火攻击 几乎所有的医疗机构跟医院全都已经遭到了摧毁 不过俄罗斯打不下乌克兰首都基辅 转而攻击乌东顿巴斯地区 根据路透社报道 克林姆林宫现在罕见的示弱 克工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接受媒体访问 首都松口认为军队在乌克兰确实有重大损失 那么现在美国五角大厦也证实说 俄军已经完全撤出基辅还有切尔尼戈夫 但是留下的却是一片断圆残壁 CNN的记者就形容说基辅的连外公路 仿佛变成了地狱之门 另外无人机队也录下了俄军坦克 击杀平民的铁诊 一句句一梯躺在公路中央 有些是倒在汽车残骸旁 俄军撤离后基辅郊区仿佛人间炼狱 尽管俄罗斯否认针对平民攻击 但画面会说话 驻守基辅的乌克兰无人机队 可是拍下俄军攻击的血淋淋铁证 也多亏这支无人机队成功保住基辅 连藏匿在树林间几乎用肉眼难以发现的 俄国军车全被这支无人机队找出来 基辅保卫战告捷 只是周边城镇到处都被俄军破坏殆尽 美国五角大厦证实俄军全面撤出基辅切尔尼哥夫 但距离基辅西北方五十公里的小镇 和东郎的部罗罗斯都已经面目全非 所管理人员能力移出随时残害救援 乌克兰电视台也挺进车能比核场地区 直径二军造成的破坏 这地方是一场地区别人的地区 这地方是一场地区域 一场地区域 为了一场地区域 为了一场地区域 і тут кататися по річ, це було безпечно, тому що вода екранує, рівень радіації, він невисокий, але подивіться, що зараз відбувається тут. Єдиний спосіб спуститися, це ось така драбина. Укаландзістай, життя,小сян ІІІ, сялоу ті, житті, чыно бі, хуйсун, чінсі, хайчудон, урангі, кумпай, фасян, Огюн, джэнда, чындау, ваці, хоугоу. Джэлі, кэші, хунсэ сэнлін, фуше, уран, зэй, янджонда діфа. Єдиня, яка хоч трохи знає історію Чорнобиля і зони відчуження, просто вскладно в це повірите. Вони не просто накопали тут окопів, вони тут жили. Сойже Огюн, чынлі, гэдді сэн, хай, хай, хуа мэн, луше пуган, дэн бє вонлэ, зэнджэн хаймэй дзэссу. В першу фазу, рушіни, чынсэ, хаймэй дзэссу. Сейнн分析,这些从基辅,切尼戈夫,撤离的俄军,先退回白俄罗斯,或俄罗斯后,重新集結部署,转攻乌冬顿巴斯. 可能将是一场长期战争,但专家也看衰俄罗斯. 专家认为一旦乌军展开游击战,尽管时间拉长,但乌克兰可不一定会输. 俄国释出卢干斯克叛军激战画面,另一边采访的英国媒体听到炮击声也吓得躲避战火. 拔腿狂奔,先跑到建筑物旁找掩护,当警报解除,警察急忙协助撤离平民. 还有一名警察急忙抱着高龄84岁的老太太上车,另外也有一群孤儿院的孩童等着车离到地灭伯罗,各种迹象都显示乌冬决战即将到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接下来第一位加入我们讨论的是国际组的记者杨俊宗. 我们要来问俊宗,今天是战争的第44天了,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如何? 好了,例如可以看到画面,这些军车不断的疯狂发射火炮. 这个地方是盾内刺客的叛军持续跟乌克兰的军方持续的交火. 那么现场还有一名中国环球电送的记者跟拍全程,那么是差一点的遭受到炮击,跟着士兵躲到防空洞里面,那么也显见乌冬这边的战况是越来越激烈的,同时俄罗斯国防部他们也释出更多的攻击画面了,他们锁定的是几座城市的石油储存设施,包括说尼古拉耶夫,还有其他城市扎波罗热等等,这些城市的石油储存设施都是被炮击空袭的, 那么也显见,尽管俄罗斯他们军队是撤出了基辅还有切尔尼哥夫,但是还是持续透过远程的武器来攻击,那么现在也很罕见的,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他也说了,首度松口在这场战争中是踢到铁板的,怎么说呢,他说在现在超过一个月来的战争,俄军承受巨大的损失,他还说对俄罗斯来讲,这个是非常惨痛的悲剧,不过对于外界来讲,恐怕很难, 同情现在俄罗斯士兵的折损,因为现在联合国大会,他们也最新决议了,要将俄罗斯踢除人权理事会的资格,那么这一项以美国为首的倡议,他们需要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那么最终是超过,最终是93票的赞成,另外24票的反对,那么最后是将俄罗斯踢除人权理事会,那么其实, 这项消息一出,俄罗斯他们后来也宣布了,要退出人权理事会,不过乌克兰大使他也反访了,怎么会有人被开除后,再来递辞呈呢,比如 好俊宗,不过截至目前为止,俄罗斯他们是持续否认,虐杀平民的,但根据彭博的报道,德国情报部门,他们截获了俄罗斯士兵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内容,里头竟然是在讨论屠杀,乌克兰平民的过程,那这也就是说,这一切恐怕都是蓄意的,也为俄军留下了战争罪的证据,那目前俄罗斯官方有任何最新的回应吗,俊宗。 好,刚刚提到俄罗斯会被踢除人权理事会的关键,就是因为不查的惨况,陆续曝光了,那么其实呢,德国情报部门,他们就说他们掌握了俄罗斯士兵,互相联络的内容,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无线电声音,可以听到说,有士兵讲,刚刚射杀了一名,正在骑自行车的人,另外呢,还有别的声音传出说,是不是要问一下旁观者,结果就听到了,枪击声传出,似乎呢,这些俄罗斯士兵, 他们是在炫耀自己的战果,那么同时呢,德国情报部门,他们也说了,格瓦纳的这个傭兵集团,可能也涉入这一次的暴力行动,那么其实呢,后来,到底这一次,这个不查屠杀,俄罗斯他们是怎么来媒体报导的呢,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他也揭露了俄罗斯媒体大内宣的说法,他说,这个俄罗斯媒体报导,这些不查屠杀,都是北约,长期以来策划的, 挑衅,他也说了,加上先前美国总统拜登,他也指出,普清就是个屠夫,因为呢,不查的英文,跟屠夫的英文,这个音,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北约策划,已久的阴谋,要来嫁祸给俄罗斯,那么纳瓦尼,他也来指控了,俄罗斯媒体呢,他们都在,散布谎言,鼓吹屠杀, 比如,好,不过目前看起来,就算是俄罗斯,包括官媒持续放话,或是官方的持续否认,现在看起来,这个虐杀平民的证据,可以说是铁证如山,我们也非常谢谢郡宗,详细的分析跟说明,那么再来就要持续来看到,针对布查大屠杀事件,乌克兰军方,现在也公布了最新的画面, 俄军屠杀平民,已经不是最近的事了,在上个月三号,就有布查,平民在街上骑脚踏车,却遭到了俄军坦克,炮轰身亡 这是乌克兰军方提供的最新影像,红圈中的乌克兰人,骑着脚踏车,只是隐藏在巷子里的坦克,却突然对他开炮 时间显示,是上个月三号,证明无辜百姓的尸体,就横躺在路边,超过一个月 这只是过去四十多天,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众多战争罪之一 美国ABC电视台也在发生屠杀惨案的不查证,寻找俄军的犯罪证据 当地民众说,只要年纪不满五十的乌克兰男人,几乎都成了枪下亡魂 战争前线可能出现在每个人的客厅,也可能出现在大家的后花园 任何人的亲朋好友都可能在俄军的屠杀中 失去生命,即使只是出门倒垃圾 俄军撤出欺负,乌克兰部队开始坦克进驻 但弥漫在土茶的依旧是让人比酸的空气 最主要是他们就被删了 他们在这些人中的民众,独立主要的 迷人 就在这些人里面 他们在这些人中的牧场上 多数多多多 这些人都在一天 这些人都在30分钟 人们在删斥方的手段 在这些人中的关系下来 少数据手切的手段 叫中方继各 用害人暴行四个字 来形容俄军的残忍 他在范蒂冈接见乌克兰的难民儿童 还用着举动力挺乌克兰 这些西方媒体记录下的真实 却成了俄罗斯人口中的假讯息 这些西方媒体记录下的真实 这些恐怖的极材 这个惨犯的极材 这个稍微的问题 был发生了一个 为了解决的再次准备的 面對俄軍野蠻行徑 美國已經推動 要將俄羅斯提出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用實際行動 讓俄羅斯為自己的惡行負責 好 接下來第二位 加入我們討論的是 淡江大學的榮譽教授 陳一新教授 陳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好 陳教授 今天是戰爭的第44天了 俄羅斯依舊沒能拿下 烏克蘭首都基辅 俄羅斯的發言人也坦言 他們在烏克蘭蒙受重大損失 而且他說對俄國來說 是一場巨大的悲劇 甚至也說希望可以儘快結束 這一次的軍事行動 教授這一番話 我們該如何解讀 是代表俄軍要撤兵了嗎 還是會加速攻下基辅 我想現在第一個太早判斷 可能會犯錯誤 因為普丁以及俄羅斯的政府 一直在反覆的在說謊 或者是散布一些假訊息 假消息 假新聞 那麼所以他們常常說會撤兵 或者是但是最後常常又反攻 那麼所以說這個目前來看 雖然俄羅斯被迫撤出基辅 但並表示他們不會再發動 第二次的大公式 而且這次的公式可能更強烈 而且吸取了第一次公式的 錯誤的經驗或教訓 所以他們就會可能發動更多的正規軍 而不是說異物異的年輕人 那麼另外他也可能會用更強大的武器 來摧毀烏克蘭的民心士氣 所以現在來看現在還言之過早 因為俄羅斯因為普丁的講話 都可以看出來他們是反覆無常 變動不拘遠 沒有說一定的會怎麼樣 那麼一定要看到一個和談結果 即使有了和談的合約 也不見得保證 俄羅斯就會繼續遵守 因為在國際法上有種極端的說法 就是合約的地定就是為了破壞它 這個是非常可能的 尤其用在俄羅斯身上更是可能 因為俄羅斯從過去幾十天的在意中 可以看出來他們的信用是比較差的 好的確就跟陳教授剛剛所說的一樣 普丁在目前的戰爭為止 他說話真的是反反覆覆 常常讓外界是難以捉摸的 接下來就要跟陳教授請教 其實我們看到不只是在軍力的重創 俄羅斯面對西方國家的制裁 稍早俄國的總理也坦承 說這個導致俄羅斯面臨了30年來 最嚴峻的經濟挑戰 但矛盾的是他也強調說 外國勢力的意圖不會成功 我們就要來請教陳教授 依照目前的態勢來分析 俄羅斯的經濟還能撐多久 陳教授請說 俄羅斯的經濟不會因為美國為首西方的制裁 而一塌糊塗 但是確實受到重創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說美國這次沒有參戰 其實美國已經在參戰 只不過在冷戰時期 美國的參戰是利用代理戰爭的方式 而現在則是躲在幕後 在幕後提供烏克蘭第一訓練 包括美國用海豹部隊 還有CIA訓練烏克蘭的軍人或者是情報人員 做出對俄羅斯的破壞 那麼第二個是美國打情之戰 第一個是情報 其中又分情報戰 情報就是故意把俄羅斯的可能的軍事的動向 事先曝光 讓俄羅斯遭到慘痛的打擊 那麼第二個就是利用無人機 利用一些訓練 美國有Starlink 還有很多國家的 包括荷蘭的工程師 在烏克蘭部建了很多網軍 那麼專門針對俄羅斯的將領 還有俄羅斯的一些部隊 對他們做出嚴重的打擊 其實幕後都是在美國在操控 那麼第三個就是透過武器的提供 包括刺針飛彈 包括標槍飛彈 包括坦克車 都是美國和西方國家提供的 那麼所以說這次 其實美國表面上是沒有參戰 其實美國是在幕後參戰 所以說有人說這次是影響很大 這次戰爭的影響非常大 可能可以歸類為第三世界大戰 也不為過 因為美國確實在幕後主導一切 包括最近連美國除了經濟制裁之外 也對俄羅斯的 在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把他趕出去 那麼俄羅斯憤而退出 那麼這個讓俄羅斯非常丟臉 3月間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 準備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 結果有幾百名各國的駐聯合國的大使 外交官還有一些官員都奔奔退場 憤而退場 讓俄羅斯丟盡顏面 所以說這裡面來看 整個是由美國主導的西方事件 針對俄羅斯 這連中共都不太敢過分的逾越的分跡 包括最近布查證的一個調查 中國大陸駐聯合國大使 張軍也表示應該公正公開的調查 讓這個事件還原真相 好的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戰爭發生到現在 截至目前為止 可以說是態勢變化多端 而且成為了各國的角力 我們也非常謝謝陳一新教授 非常詳細的說明 教授謝謝您 好 謝謝 好 即使就要看到的話 現在美國也加大制裁 普京的兩名女兒 原因是她們疑似涉嫌 幫助普京藏匿大量的財產 一台台美軍裝甲車和坦克戰車 浩浩蕩道抵達丹麥埃斯比越港 但這些軍事配備 其實是要前進東歐的波蘭 強化北約防禦 同一時間荷蘭也派出四架F35 戰機到保加利亞協防 這是因為俄羅斯 還沒有收手的跡象 北約秘書長擔心 烏俄戰爭還會拉長 我們沒有證明 總統普京有改變 他的想法 去控制整個英國的英國 為了烏爾危機 北約再一次的召開外長會議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還開了這個小玩笑 這次會議也邀請 不是北約成員的芬蘭 瑞典和烏克蘭出席 在媒體作用下 烏克蘭外長 喊話北約給更多的武器 因為烏克蘭對俄軍在布查 華正大屠殺已經忍無可忍 擔心相同的慘劇 已經在馬里烏波爾上演 傳出俄羅斯開始動用移動火葬場 燒失滅正 馬里烏波爾市長形容 自己的城市 以淪為新的奧斯威星集中營 事實上波蘭也認為 普京就是翻版希特勒 靠你的軟體 隨便會說 從目前正中 实在原因 是 是 是 事實上 是 其中一社區 罪人 被殺了百分之人 在《Bucha》 極度 是 alte最多 都還 implied 被殺了百分之人 在其他地方 可您 說 這會是 這個敬策是 那沉悲的 敬體 本來 古代 是 是 必須的 本來 熟 人 不查证屠杀也引发国际新一轮制裁 这次不止锁定俄罗斯大型银行和关键国有企业 还制裁了普京的两名女儿 包含大女儿玛丽亚和小女儿卡特琳娜 其中小女儿卡特琳娜曾在2021年现身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除此之外普京对女儿的身份其实报秘到家 不过美方显然早有掌握 并认为普京的女儿协助隐匿资产 西方国家要在经济上让普京感觉痛 至于战场上俄罗斯状况也不乐观 因为乌克兰公布俄军阵亡人数已超过1.8万人 其余战损还有600多架的坦克车飞机直升机各100多架 以及1800多辆的装甲运兵车 美国专家研判俄军就算想在东部地区重新部署 恐怕也面临兵力不足 虽然乌俄目前看来和谈机会变小 但土耳其和匈牙利仍希望当何事佬 敦促谈判 不过匈牙利其实想两边讨好 还称愿意拿卢布购买俄国天然气 硬是和欧盟立场唱反调 TV的新闻 中文报导 经典小吃 台湾第一间 当贴鸭的八元 你也要帮你 你也帮叫你爸爸妈妈搬过来 1961年 大家到不许不能吃过 这个很高感 这个很高感 你再看就在哪里